錄一題就越來越憔悴 那這代表說真的有肉型在錄這樣 是是是 用生命在錄這樣 可以這樣講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UWN台灣同學會的系列講座 那這個系列主要是 劉美學長姐的經驗談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來賓是 韋山 嗨,大家好 那我們這個系列主要的經驗談 主要是要請學長姐分享一些 他們在就讀的過程中 那可能會遇到一些關卡 遇到一些抉擇 那他們是怎麼樣去處理 然後去度過這些關卡 那可能可以給大家未來一些想法 好,那我們進入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要問韋山 在UWN是 公讀的學位是什麼 然後花了多少時間去拿到這個學位 OK,所以我公讀的學位是 Community Counseling 那是從2015年到2017年 所以我花了兩年的時間公讀 那我的學分總共是48學分 跟後面現在要來的學弟妹們 可能會不太一樣 現在是60學分 那那時候我剛好是在那個2017年的門檻 趕快先把畢業這樣 就不用修這麼多 對,所以你的Community Counseling 就是針對你的客戶是 就是你諮商的客戶就是社區 住在這個社區的人嗎? 對,那個族群是比較偏 因為是Community 所以會是像是在大學 或者是在醫院裡面 甚至是一些clinic診所 小診所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那關於高中、國中、小學 這些都會是school counseling 那我自己本身是不想要跟小朋友 對成人的這個諮商的部分 比較有興趣做研究 是的,是的 小朋友對我來講太容易to attach 所以我會覺得說成人會比較是我的選擇 這樣子 了解 那接著我們第二個問題 就是延伸是第一個問題 那所以在這個就讀這個學位的期間 那尾山有學到什麼東西 那或者是你有參與什麼樣的 不論是研究計畫還是實習經驗嗎?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些課程好了 是像是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所以是多元文化的諮商 因為在這邊可以遇到的種族實在是非常多 對 像是白人、黑人、拉丁裔 甚至是natives 還有一些像是muslim 所以很多文化都在這個地方 啊,of course,Asia 所以在這邊學到這個課程 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有關於實習經驗呢 是我們是必修是一定要有600小時的實習 那我是在一個 算是一個 台灣的樂界所 但是它是比較像是跟監獄有所關聯的 所以它是一個中心 它是一個clinic 那那些在監獄的一些罪犯們 他們要出來之前 他們要先來這個中心去學習 一些 就是去諮商 然後去再重新回到這個社會 對 所以有什麼個人諮商、團體諮商 都在那個中心裡面 所以你在那個中心裡面會說 就是你要針對不同的像黑人白人這些亞洲人都各種都要去就是學習 這樣子 對對對 我發現就是在那邊 黑人白人比例其實還差不多 那Natives就是 那叫什麼 就是Natives他們比較少一些 那亞裔真的是少之又少 不過也是跟美國他們整個人口分布也是有關係的 對 所以你遇到亞裔是 比如說這些非美國人 就算外國人部分 他們是本來就是 就在這邊嗎 還是他們 都是Asian Americans 對 不是Asians 對對對 就都是當地人 因為通常如果是外國人在這邊犯法 應該是會被 應該是不會繼續在這裡了 就被抓回自己國家 應該是會被那個 錢送死 了解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的第二題是 第二個問題要問文山是 為什麼當初會決定來美國念碩士 而不是在台灣念一個碩士這樣子 是 其實那時候我在台灣是應用外文器 那 我其實本來是要讀諮商 但是我的數學實在是很可怕 對 所以你的大學是念外文 對我是念外文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有試過轉系考 但是數學 那個新教統計那一塊我真的是 台灣的數學真的 對我來講 還蠻難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剛好我那時候大學 大四的時候有機會來UW的系統 然後我是在UW River Falls 比較在北方一點 那去交換學生一個學期 那我就稍微對UW系統還蠻有一些概念的 那 因為在這邊就很多學 也是我第一次就是體驗 Snow Hill 所以你來的時候就是冬天了這樣子 就是剛好是 秋季來的 對秋季來的 那冬天的時候離開 還是有 對對對 那 也知道美國其實在對於Counseling這部分 還蠻developed 非常的非常的 那我就覺得說在這邊讀還不錯 所以你的Counseling 算是在美國才定是接觸到 還是在台灣你就有接觸到 在台灣就有接觸到 那時候我去張老師想要當義工 嗯 對 那時候就有稍微接觸 其實都一直還蠻喜歡 只是 台灣的數學本格真的有夠高 所以我後來來這邊 那在這邊讀的時候 新教統計就沒有這麼難 他們比較在意的是概念 而不是你真的要很會算那些數學 這樣子 所以就算是因為你透過這樣的 留學的經驗 然後認識了維斯康新大學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知道UWN了嗎 那時候還沒有到 那時候我知道有很多branch 但是我還沒有選說到底有哪一個branch 這樣子 那時候有碩士的只有Madison跟Milwaukee 那Madison還是比較以大學程為主 那Milwaukee它整個城市是 我知道就是有分區塊 所以我覺得在Milwaukee會比較好 所以那時候後來選擇是Milwaukee 所以你選擇Milwaukee是因為你比較喜歡 像這樣大城市還是說是因為它的人 人的就是幫助你個案了解上面 就是比較有幫助 我覺得是因為剛好是大城市 大城市 跟Madison比起來人口還是比較多元化一些 那所以那時候我是選擇Milwaukee 那我們第三個問題是要問尾山 是在UWN有沒有什麼比較喜歡的東西 是你在UWN遇到的 或者是說你在Milwaukee 有沒有遇到什麼是讓你覺得比較喜歡的事情 應該是說UWN那時候給我的那個實習的program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時候我在那個clinic 我的主管是黑人 那我的同事不單單只是白人而已 蠻多種族都在裡面 所以那時候我去學到跟不同文化的人一起相處 那甚至除了這個實習的經驗以外 我覺得UWN常會週五的時候有一個叫做Mayors House 就是所有的International Students會去那個地方一起吃晚餐 然後會一起 因為它那個house裡面還有提供比如說桌球撞球的地方 對 所以那個地方也是認識很多不同文化的人的一個還蠻不錯的地方 這樣子 那Milwaukee最喜歡Milwaukee的什麼 應該就是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我這邊最enjoy的事情會是他們這邊的拉丁文化 嗯 在南邊是拉丁裔居多 所以我還蠻喜歡聽 那時候剛好接觸一些拉丁文化 拉丁裔的朋友 那因此去認識了像Salsa、Bachata這些舞蹈 那去跟他們一起派對啦 或者是聽那些音樂 然後漸漸的甚至喜歡西班牙文 然後想要去跟他們溝通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在Milwaukee還不錯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就是你在UW有遇到比較 就是有遇到學生是他們是拉丁裔的這樣子 嗯哼 那通常是你是遇到女生比較多還是男生比較多 那時候是女生 剛好交換的是有二瓜多的 然後剛好也有一個拉丁裔的美國人 那剛好我們就都大家就是一起聊天這樣子 了解 所以你們就會一起去參加跳舞的課程這樣子 跳舞課程是我後來報名的 是我們會一起去一些club 然後他那些club譬如說是拉丁之夜之類的 我記得那個地方是不是其實蠻靠近campus的 在學校附近對不對 就在Sandburg的斜 很斜對面這樣 Sandburg ok 對對對 喔對我記得我那時候 你那時候帶我去參加過一次 是是是對對對 對然後對 我是覺得還不錯就是 就是如果學弟妹有來的話 然後喜歡不同文化的國家的這個朋友的話 那是一個很不錯的場所 他們雖然是基督教啟發 他們是基督教的教會的人提供那些晚餐 提供那些晚餐 但是他們不會是就是推說 喔你一定要參加基督教 他們沒有啦 他們就只是一開始會大家一起進行禱告 然後後面就是大家自己更晚各的各聊各的這樣子 對 因為第三題我們講到的最喜歡的是 那這個議題其實也有可能會發生在大家身上 這樣也有可能你會遇到也有可能你不會遇到 像我自己是很幸運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但是不代表說別人不會遇到 所以你可能可以有一些心理準備 如果你有遇到的話 那想要問偉山就是說 你舊讀期間有沒有曾遇過讓你覺得不舒服 然後甚至種族歧視的事件這樣子 就很想說沒有但是還是有的 哈哈 在Sandberg在住的期間 因為Sandberg那本身那一棟其實是給一些undergrad 對Sandberg就是在我們的UWN校園當中 唯一的一個學生宿舍 唯一在校園內的 對 那那時候我沒有想太多 所以我就選個那一個 那當時我是研究生 所以是這樣不要透過明明 Anyway 研究生然後那時候跟我的室友 我們總共五個室友 在同一個 同一個building裡面 誒也不是說building 一整間的宿舍 在一個apartment裡面 yeah 就是五個人一起 那剛好那五個全部都是白人 那在我記得就是有一些不舒服的 像是我自己會很想翻白眼啊 就是那個女生她是用對的 然後很漂亮喔 就像芭比娃娃一樣那麼漂亮 那她是來自一個小鎮 所以我覺得很多來自小鎮的人 常常會沒有那個sense 因為他們沒有接觸到不同文化的人 就可能大城市的人比較多 然後他們遇到的人比較少這樣 是 那她遇到我的時候 她就會講說 嘿那個其實我的前男友是Asian 你要不要認識她一下 然後我就會心裡想說 為什麼這是你的前男友 excuse me這樣子 或者是 我記得我當時的 跟我同一個房間的室友 她其實是很熱愛亞洲文化 她很愛看日本的文化 然後她也會問我台灣的文化這樣子 那她當時有買一些日本的保養品 那我這個洋王蛙白人室友呢 她就會攻擊我那個跟我同一間的室友說 就美國的商品難道不好嗎 為什麼一定要用亞洲文化的東西 OK 所以她就是非常的對亞洲感冒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種族的議題還是會一直一直 要說美國完全沒有種族的議題 是不太可能的發生 因為 其實就連在台灣還是會有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 嗯 美國其實還是會有的 邪惡 所以你遇到的主要就是 算是白人對你的 的 就是 主要是因為你的室友是白人 然後他們是 就 等於說白人對於亞洲人的 可能偏見或者是這樣子 但是 但是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是 對 只有哪一個 特別的個案 會是這個樣子 對對對 大家不用太擔心 對對對 但是通常學校都會有一個機制 譬如說 尤其是CIE 我們的CIE 國際學生辦公室 對 他們會 不時的問一下 會有一些interview 或者是一些survey 會問你說 你們有沒有遭受一些 什麼什麼狀況 你們都可以去承報 所以是 它是 你要 然後 有承報之後 他才會 跟你調查 還是說他統一都會發問卷 他好像是在學期結束之後 他們會有那個 survey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填 然後也有去interview 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是因為這件事 有特別找你去問一問這樣子 說 發生什麼事這樣嗎 沒有說我自己 喔你自己去了 因為剛好因為讀這塊 這一個領域 其實對這個 這個議題都會比較敏感一些 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 所以那你是 那時候是去找國際辦公室人潭嗎 對 OK 那所以 他們有是 比如說根據這個世界 他們 以他們立場 有給你什麼樣的建議嗎 是還好啊 這樣是不是要卡 卡 是 因為已經都學期末了 那我也沒有要繼續跟他們組在一起 我記得有一年是 我剛好聖誕節結束 我沒有地方住 所以我當然是住宿舍啊 對 那他們剛好 那個女生剛好 假期結束回來 那我是第一個在宿舍裡面待的 她是第二個回來 她第一個問題不是說 Hey how's your christmas 她是問我說 Did you clean the kitchen? OK It's kinda fucked up I'm sorry Yeah I'm like What the fuck 對 非常不友善 是的 所以 對 就只有這個女生而已 其他人都沒事 就是那一個 OK 對 就我的立場 我是覺得就是 應該是那個人家教問題啦 就是他 但是也不一定是說 可能 也許是他的生活環境 帶給他這樣的狀況 其實很多的騎士都是這樣子 當然當然當然 就是ignorance 對 沒錯 所以 沒錯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隨便歧視人喔 就是可能要來之前 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這裡的文化 那尤其是這裡的警察文化 不會像台灣的這麼 這麼好 可以跟你在那邊討價還價 你在這邊如果開車的話 就是 當警察 將你就是 pull over 你就是要 待在車裡面 千萬不要出去 就是有一些事情 還是要 對 就是因為美國這個地方 有 首先美國是不同的文化了 然後你在學校 又會遇到不同國家的人來 那 也許以你的立場 會認為他們那樣是不對 但是可能是 在他們國家的人 可能都是那樣子做 那有可能是文化不同 那當然 如果你有多了解的話 那如果真的還是 你覺得就是歧視的話 那你可能就可以跟學校 到國際辦公室去反應這件事情 這樣 可以先找立志 一起去歧視它 那我們的第四個問題是 因為在畢業的時候 大家就會遇到這個抉擇 那你來美國 那可能 有的當然 有一些男同學 他們可能要當兵 要回去做兵役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能就沒有這樣的選擇權 那你就可能要被迫回台灣 但當你有選擇權的時候 通常 女生就是會面臨這樣的 要留在台灣還是美國的抉擇 那如果你已經當完兵的男生的話 那當然也是 你就也會遇到這樣的抉擇 所以這個問題是說 在你畢業的時候 你有面臨這樣的情況 那是不是有曾經想過 到底要回台灣呢 還是要在美國工作 那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做這個決定 然後因為你現在也是 在這邊工作一段期間 那你是不是有沒有 這個加深 更加深你要待在美國 還是你其實有想要回去台灣 是 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因為剛好是我實習機構 剛好到一個段落 那你剛好畢業 那我是自己想要 繼續累積我證照的時數 所以我才選擇繼續 待在這個地方 累積我心理諮商證照的時數 所以你在 你在開始念之前 就是你來美國的時候 你有想過說 那時候就要留在美國工作嗎 是有考慮過 因為想說 可以體驗一下 這裡的工作環境是什麼 然後對我來講 我還蠻OK 就是可以接受不同 新的挑戰 新的 新的 就是適應新的環境這樣子 然後因為你畢業的時候 你剛剛提到說 因為實習的關係 然後所以你就考慮 現在這邊工作這樣子 對 剛好畢業 我也去面試 同一間實習機構 那就上了 我就想說就OK 帶在這個地方 所以是不是你的 你的 如果是念你這個 community counseling的部分 對 同學都會遇到同樣狀況嗎 就是畢業的時候 實習的部分還在進行嗎 應該是會都告一個段落 但是通常你在那個機構實習 你要回去的機會就會比較 就是你要再去那個地方找工作 會還蠻不錯的 因為至少你有人脈了 我覺得是因為那時候有認識一些人脈 在那個實習機構 那你人脈一有了 我覺得再找工作就還蠻輕鬆的 所以你有就是 比如說像你們系上 讓大部分人去做 你們都要去做實習 是 然後實習 通常大家都是實習結束之後 就會留在原單位工作嗎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不同 想試不同的機構 但當然會去換 但是對我來講 因為我剛好是對 讀週營智商有興趣 那那個機構 一直提供那個機會的話 就是 會是這樣 那像你這一個就是你們的領域 如果 找這個工作 會不會就是 他們幫你sponsor 就是讓你留在這邊 可以幫你簽證 就是辦簽證的機會高不高啊 嗯 應該是說我那時候是在 非營利組織 Oh NGO 對 因為畢竟你知道走這行 還是 就非營利 會比較多工作 那當然 嗯 機會會比較少 除非你是可以 直接在學校 拿到這個實習機會 譬如說你就是在這個 University 然後拿到 Internship機會 然後又在這間 學校工作的話 你拿到sponsor 機會就很高 嗯 但是那時候的機會 真的太少了 好 所以我們來到 第五個問題 那也是 同時也是 這個影片最後一個問題 那 要問偉山 就是說 那身為過來的人 你會考 就是 給 不論是在考慮 正在準備要留學 或者考慮要留學美國的同學 或者是說 那要來UWN就讀的學生 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 有什麼你遇過的事 然後可以分享給他們的樣子 是 嗯 我覺得一開始 新生來到這邊 會擔心自己 英文程度會不會跟得上 那 尤其在我們科系的部分 很需要就是大家舉手發言 啊 這個可能跟台灣文化會有點 不太一樣 就老師在上面教 好我們就是寫筆記 然後有問題的話 可能私下問老師 但是在這個地方 你要給 教授有一些印象的話 你就是要舉手 那 我知道很多人會擔心說 自己 可能 你知道 基本上是 四段式的翻譯 就是 他們講了一段 一個 questions 你是不是要翻譯成中文 然後自己在中文 再翻譯成英文 才可以答出來 所以就已經很多段翻譯 所以你可能舉手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回答那個問題 對 但是 在這裡建議是 你可以先舉手沒關係 然後你也要覺得說 It's okay 就是跟老師講說 等一下 我想一下 他們都知道我們是 我們只要講英文 他們都知道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 就是你不要害怕去舉手 不要害怕去跟教授講說 Let me think Give me a second Let me think about it 對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說你來這裡就是 你什麼都已經ready了 這樣子 對對對 再來是給特定 就是遇到變學生的話 是 在外國讀書的一段時間 其實是 還是會很辛苦 譬如說你面臨到的 課業壓力 或者是 室友的壓力等等 你不會想要跟家人談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裡也沒有人可以跟你 你有這樣子類似的經驗的話 我覺得可以善用 UWM的Norice Center 它的Counseling Services 它是免費的 那每一個諮商師都是很專業訓練的 所以你可以去跟他們談 我是自己是覺得就是 既然是免費 而且又是這麼專業的地方 那就是來試試 可以來試試看這樣子 所以你自己有 就是剛好有機會用到過 是是是 我是覺得它還蠻多 可以學到很多 不同層次的自己吧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給你 蠻多 direction 跟 insight 所以還蠻不錯的 而且免費啊 對不對 對 免費的大家都說讚 對 因為都都在學費裡面 所以就 why not 對 學校其實有很多 是 對免費的 其實 有時候是說免費 有時候是說因為你繳了學費 對所以裡面的服務啦 然後大家都可以多多善用 這樣子 像是研究生一定會用到 就是 writing center 對對對 非常好的一個 program 這樣子 對那因為 writing center 是建立於就是 就是外 就是 ESL 這個 program 底下的 所以就是你有任何的英文上面啊 不論是聽說讀寫 那他們都就是會 這個 樂意協助你 那是 但是就是免費的這樣子 是的 好的 所以今天這就是我們的 這個主題下的分享 那我們謝謝韋山 那 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 關於留學相關的經驗談話 那我們之後會再推出更多的 請不同的來賓不同的學長姐來分享 那大家如果身邊有 有剛好要想要留學的朋友 或者是你也是在留學的階段上的話 那就歡迎大家關注 我們這個 UWM台灣同學會的經驗談的講座系列 那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同學會會長立志 那這是韋山 謝謝 掰掰 謝謝 會 誰 你 有 你 有